這是第14 最後一次上課 所以下禮拜的話 時間留給各位做報告 報告的內容部分的話 我有在Moodle裡面這邊有繳交的相關規定 就是在Moodle裡面的作業部分 等於是最後一次作業 這個作業裡面的話大概幾項重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可以做類似其中報告的延伸 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已經做了那個 我覺得其中報告我已經做了VBA加聚集 我可不可以做另外一題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延伸性的 或者是說你另外再起一個另外一個新的題目 或者是說你可以再 比如說你做假設是台北的切道 你可以再做台中的 做桃園的 做六都的 你可以橫向的或縱向的其實都可以 盡量如果有一個這個關聯性當然是最好 然後並且結合Excel的函數如果有遇到 然後順有分析表 那最好當然如果有爬蟲 爬取資料的話那更好 OK 因為爬蟲算是比較進階 那我們上個禮拜還有就是大樂透的那個練習 其實也是抓網頁上的資料 其實難度還蠻高的 那因為爬蟲複雜度其實真的還蠻高的 所以很多地方啊 不見得你想抓就一定抓得下來 但是有一些啦 那開放資料是絕對抓沒問題 可是你還是要看一下那個檔案格式等等的 當然如果這部分有做啦 當然算加分 但這個地方的話呢 盡可能量力而為啦 因為我知道很多同學其實 並不是說資訊相關科系的 甚至有同學是可能是第一次學習層次啦 所以有些地方還是沒那麼熟悉 不過沒那麼熟悉也沒關係啦 盡量量力而為 你反正呢 你讓我知道說你有多努力一些的話 那當然就多加一點分數 那因為有一些同學呢 可能在層次上面 能力可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如果程式能力不好的話 也許你在心得 在文字敘述上面呢 可以多一些敘述 那我是希望說 你即便你現在也許做不到沒關係 反正你做 也許你可以把你遇到的問題提出來 把問題提出來其實也是一種學習 然後呢 如果你這個問題提出來 你能夠得到解決那更好 當然如果你這個問題 暫時得不到解決沒關係 你可以說一下 這個問題我一直試了半天 結果還是沒辦法 所以這個也許我可以把它 暫時當成是一個問題啦 之後你也許可以自己再找答案 或者是說可以再跟我討論也沒關係啦 反正很多東西其實就這樣啦 學習本來就是不可能一次 一下子就馬上全部都知道 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你可能可以自己規劃一下 也許你將來學完這個課程 我是希望說你不要就此就停下來了 建議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學習的目標吧 之後我建議啦 這東西未來你在職場上面 絕對有非常大的幫助 因為現在所有工作裡面 一定會產生一大V的Data 這個Data怎麼辦 你總不可能說你現在用人工的方式來處理啦 如果你用人工來處理 那當然是一定是處理不完 而且現在企業喔 人力需求可能比較大的需求應該是 不要人工的 盡量還是會寫程式的人 或者說會用工具的人啦 OK 那當然呢如果你不會寫程式啦 至少你要有程式的素養吧 你能夠跟會寫程式的人溝通 這個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喔 不會寫程式就算了 還不太完全不懂程式的運作流程 所以如果你跟他溝通 比如說你有一個客戶喔 他問他說你到底需要什麼 他跟你講一下天花亂墜 他根本完全不懂電腦 也不懂程式 講漫天我 我跟他聽聽聽 你先不要講那麼多 因為什麼 因為你講的東西 完全沒有辦法 把它在電腦上實作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電腦的運作 不然你講那麼多 真的是 我還是真的抓不到重點 但是如果你有這方面素養 比如說你們學過這個課程 你至少以後跟人家溝通上面 至少也比較不會有問題 因為在職場上面 不是每個人都當工程師 你說台積電全部都工 沒有啦 總會有行政人員吧 總會有PM吧 總會有管理人員吧 那管理人員 至少你要設身處地吧 那管理人員有幾種 也許本來是工程師送來的 這一種 一種是 他可能不是這個悲觀 他是管理的 或者是其他領域的 那這也是OK的啊 我是覺得 所以呢 盡可能的 你除了程式做一些實作之外 我倒還蠻希望說 你們可以發揮一下 甚至你可以寫一個願景 寫一個目標 寫一個 你未來的計畫都沒關係 但目前達不到無所謂 可是你至少可以講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念文科的有個好處 反正可以講 做得到做不到 另外一回事 這感覺不是念文科 這感覺好像政客 所以反正你可以講 講做得到做不到 另外一回事 OK 那至少讓我感覺到 你是有一個想法的 然後學這東西至少 以後還可以延伸 比如說 OK 這麥克風有點問題 至少的話呢 至少的話呢 再來一看 請各位待會先看一下 那個 這個 我們的第四個單元 這邊一樣 就是 三個禮拜是講外幣的下載 那你下面有一個另外一個 其交所的外幣匯率歷史這個部分 你把它打開來 那其實這個最大的差別是 上個禮拜是直接抓開放資料 那今天的話是抓網頁 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各位 往後有興趣的話 其實後面我們還有一些 用IE物件去抓取 這個相關的網頁資料的一些相關範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看一下 上面都有程式碼 那主要就是說 針對那個網頁上面的資料 我如果要把它爬下來的話 那用Cretable沒辦法辦到 那你可以用IE物件 其實IE物件簡單講起來就是 把資料先放在IE瀏覽器裡面 等於是把IE瀏覽器 載入到VBA裡面 變成一個物件 可以幫我們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那抓到物件裡面之後 我再把物件裡面的資料 給抓到我的ESEL 其實這樣應該在瀏覽上 所以只要資料可以放到 瀏覽器上面顯示的話 那理論上通通可以用 類似的方式把資料抓下來 但是有點難度 OK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 那上個禮拜的話 是那個奇交所 這一題的話 其實跟上禮拜最大差別 上個禮拜的資料 基本上 其實就是一個開放資料 那它滿單純的 它就是一個CSV的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 應該是奇交所所提供的 這個有沒有 這邊有個奇交所 提供的 但是它有個缺點 就是說你假設今天下載匯率的話 它只會下載好像幾月 就是4月5月吧 OK 4月到5月固定的 那等於是好像前後兩個月的資料 如果你要其他資料 很抱歉沒辦法 比如說我想要查一整年的資料 沒辦法 所以如果你要找一整年的資料的話 可能要做一個修改 那這個修改的方式的話 當然你可以找到另外一個範例 在那個什麼 外匯的下面這個 奇交所外幣匯率歷史 那這個有什麼差別 最大的差別 它是一個 你把這個連結點進去 你會看到 它最大的差別 之前是一個連結 那現在的話 是一個網頁 那這個網頁的話 上面有一個什麼 網址在這邊 它有一個表單 可以讓你設定你要下載的資料範圍 有沒有 起氣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把資料下載下來的地方 OK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變動 比如說我變動什麼 我希望從1月1號開始 我不要 我希望範圍拉大好了 比如說2023的1月1號 你可以改上面的表 這個叫做表單 表單的輸入兩個條件 然後按下送出這個查詢之後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1月到5月份的資料 全部都查完了 有沒有 1月2月3月4月5月 那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 我們可以把那個範圍拉大 那我分析的範圍就會更大 不過會有個問題 你想說我如果今天下兩個條件 那以往像那個大樂透的資料查詢 比如說70頁 那我們其實是 怎麼樣 點選某一頁的時候 其實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大樂透的上方會 有一些資料會改變 我講過嘛 比如indage page等於1 indage page等於2 那個方式的話 就是用所謂的一個術語叫get 用get的方式跟那個主機溝通 那這個get的方式的話 它會把那個什麼 把相關的條件啊 參數放在這邊 然後加一個問號 給一個參數 然後第二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 可是問題唯一是兩個參數 可是問題我一樣丟給server server一樣會東西給我啊 可是問題我在這邊 為什麼看不到任何的東西呢 要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假設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那他傳遞 跟那個主機溝通的方式 就不是叫get 他是用另外一個方式 叫poster poster喔 那你說老師 那poster跟get有什麼最大的差別 get的話是你看得到 但是poster你看不到 那你看不到代表 那可是問題他怎麼會 可以跟主機溝通 其實他還是有傳遞相關參數 給主機 只是說呢 他不是透過上面的這個 UIL的這個網址列 而是呢 放在背後 意思是不要讓你知道啦 那為什麼要不要讓我知道呢 到底很簡單嘛 比如說像你輸入帳號密碼的時候啊 如果上面就顯示帳號密碼 那豈不是有資安問題嗎 所以如果像帳號密碼 或者說他希望有安全性隱私的話 他就不會把船 這個相關參數放在上面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poster poster有點像我把它包裝起來 然後呢讓你不看到 可是你說老師那如果不看到 那我怎麼去變動 如果我今天想要寫一個VBA的層次 那我一樣可以下兩個條件 並且把結果送出之後 然後把這個網頁給抓回來的話 那豈不是沒辦法辦到嗎 其實還是可以 那怎麼做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機關就藏在哪裡了 藏在這個背後 那難度會比較高 但蠻實用的 以後如果你假設看不到參數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右鍵有個檢查嘛 右鍵檢查 他會跳出右邊的這一個區塊 這個區塊的話叫開發人員模式 開發人員有沒有這一塊喔 那你看到啦 其實背後其實這個就是他的HTML原始碼 就在這邊 而且會跟你講說 他這個什麼呢 他這個開發人員模式 他現在可以變成中文的 有沒有 那 目前我們不要改成中文好了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知道說 他如何傳遞的話 這個地方你還必須要透過什麼 透過上面有一個叫做Network的一個功能 本來是Element Element是裡面的元素 我要把它改成Network Network的話實際上 就是我可以追蹤 這一個網頁喔 他如何跟主機之間做訊息交換的一個地方 他會把你跟主機做的任何動作 比如按送出 他會把它列在這邊 然後告訴你說 你跟主機到底做了什麼